甘烈文创是有一群返乡青年所组成的社会企业团队 投入新北市三峡社区文化设计与弱势陪伴计划 这群青年除了在三峡老街旁 经营古厕一文食堂 客后陪伴基地 更串联了公益职人 深入校园社区 一起点燃三峡的地方火力 安息国小的陶学陆续进入 要来上一堂很特别的课 这堂课不用朗诵课文 也不用背诵复杂的公式 到底这是什么特别的课呢 因为我们是返乡青年团队 当初创办人在地的刊物就是甘烈志 那他就是在记录三峡在地的一些职人的文化 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那除了做记录在刊物上 让人家阅读之外 还没有可能把这些珍贵的资料 就是属于三峡在地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匠人的工艺 可以让他有效的 可以让他传播的更有价值一点 那我们就想就说 其实我们到了这个年纪 返乡回来采访这些家乡的师傅 才知道家乡有这个文化 那为什么我们从小的时候 就没有得到这样的资讯 那我们是不是教育上是不是有一些 跟现在或是说 跟我们地方的文化是不是有一些差距 那所以我们才想说 那是不是这些文化 应该从小就要让孩子们认识 所以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其实有一些概念哦 我们今天请到的师傅啊 就是专门在做 想说 你手上看到的铁子 还有你的幻想变 那种比较贵重的 你的小弟的一个寄重的师傅 好那我们就 我要借你们的双手掌声欢迎一下 欢迎小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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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在小学堂 欢迎小学堂 于是职人小学堂计划 就在一群南乡热爱徒弟的年轻人 付出时间和身体力行下 走遍了在地校园 就是为了要维系传统 传承记忆 回馈小学堂 是不是完成了呢 他帮我们这些职人 我们只要人进去 工具进去就好 其他的部分他都帮我们做到好 像是宣传啊文宣啊 必须要做的啊 他还会给我们意见 他怎样布置啊 怎样做我们工作室的一个感觉 那种感觉那样子 都是他们帮我们的 而跟这个学校 可以跟跑学校这样子做 这样子的让小朋友 让他们认识 我们在地的这些职人 有一些工作性能 从从小开始 可以认识 我们三峡也是很有文化的 让他们认识一下 这些职人是在做什么 他是怎么做你 这样的 除了温清荣师傅 还有在地的其他19位职人 也跟着甘热文创在做地方教育 偏向教育 环保 社区意识 和一文展演 在众人的努力下 也慢慢得到外界的认同 我还记得一开始 我们在第一间火校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 那时候只有十柜 我们邀请了 就是策展之后十位师傅而已 那那个展春比较小型的 那也邀请了一两位师傅 到学校里头去跟孩子互动 那其实那个回想非常的好 那后来我们也想说 那只是一个示范性的 在那个学校做一个实验 那没想到 那边的 那个学校的校长 又把我们推荐到的其他的学校 所以让这个计划 能够一直在持续的滚动 也是因为学校老师 看到我们这样的 对教学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看见 好 好 那我们请教授 身处理的 那就是 竹子节制的线 那我们再接线 才能接线的小铁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来这我笑语 日本人都笑语 那我希望让孩子们清楚知道 学习这件事情 就如同这些职人 他们所坚持的 就是有梦想 你就要不断的 去坚持 然后把一件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 过过时间的酝酿 专注的 这样子的一个成分的 培养 会慢慢变成一个 不简单的一个成绩 那也希望透过这个课程 来让我们小朋友 更清楚知道 虽然目前 他对于他未来的方向 还不是那么的确定 但还好唯一可以做 就是把他眼前这些事情 专注的做好 然后对于家乡发生的人事物 他是会越来越有感觉 上完了今天这堂结局意义的课程后 相信同学们也更加认识 进攻这项传统产业的过程 精神 而甘热文创这颗回馈故乡的大树 也会继续在校园和社区之间 持续杂根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